女单半区王者孙颖莎 打出了无数个逆天的神仙球 果然莎局的局点才是真的局点 可里怀疑学霸莎莎是真的会困分 WTT冠军赛重庆战 莎莎对战韩国小将田智希 第一局眼探球都要掉地上了 莎莎回首就是一打 直接来个海底捞月就求成功 莎莎这一手神仙球 短时间内就完成了 进攻防守晚就反击 韩国选手直接身心俱疲 绝对的实力面前 直接选择放弃抵抗 不过这还没完 紧接着莎莎就打出了 可以载入史册的擦桌球 只见莎莎打了一个高空球 韩国选手好不容易 将这一球救了回来 莎莎纵身一跃轻轻一拍 就直接打出了一个擦桌球 韩国选手一脸不可置信 直接一个无耳的大动作 世界竟应聆听自己破防的声音 就连坐在教练席的Coco 也都笑出了一脸褶子 韩国选手 秀得我头皮发麻 Coco 我没教过你这球啊 莎莎 回头我教你 莎莎实力强悍 专制各种花里胡哨 对战汉田希娜一个悬球打到高空 眼看着球要落的莎莎 直接跑到对手的台子上接球 本以为莎莎会用力接球的早田希娜 早早的就跑到了后面 站好位等待着接球 然而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莎莎只是轻轻一接就潇洒转身 急得早田希娜连跑带扑 腿都翘到天上去了也没接到 扑倒在球台上的早田希娜 直接气笑了 加上巴黎奥运会 早田希娜同莎莎交手共16次 但也输了16次 甚至巴黎奥运会被打哭 在早田希娜梨花带雨接受采访时 莎莎一副领导的样子 拿着水瓶磕水 异常松弛地走进采访镜头 怪不得都说 凶手会在不经意间 再次回到案发现场 莎莎 怎么哭了还没说习惯吗 莎莎场上小魔王可不是白叫的 发球花里胡哨的伊藤美成 直接一拍子给制服 莎莎这招杀一紧百 真人间只疼骗 伊藤 一顿操作猛如虎开局250 莎莎就这 怎么一下就没了 许昕 竞争这些没用的 巴黎奥运会上 莎莎单打八把比赛都是40 合理怀疑莎莎是会空分的 凌风对手每人发一个鸡蛋 主打让对手都不白来 不得不说莎莎绝对是外战的王者